经过两次的听证会 国际体育仲裁庭决定 将中国勇将孙杨的八年竞赛期 缩短到四年三个月 也就是直到2024年五月才解禁 那这意味着孙杨确定无缘参与本届东京奥运 不少中国民众就对这一项判决感到不满 为孙杨打抱不平 孙杨代表律师张启怀也在社交媒体 公开表达内心的不满 他不止力挺孙杨没有违反规则 更认为孙杨只是国际政治的牺牲品 张启怀表明 孙杨案件充分的体现了国际的斗争关系 以及运动员保护措施有所缺陷 认为没有人能够体会运动员的无奈和苦衷